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3号大花林地方新闻,我是蒋红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在花林地区科技执法移送烂倒废弃物违法案件 在111年是有225件,而大幅减少到112年的起始件 但是仍有民众随意在保安林内丢其垃圾以及请到失业废弃物 造成了环境脏乱、污染水源,并破坏了野生动物棋地 而林业保育署、花林分署在废弃的热点是架设了全时摄影机、缩时摄影机 24小时录影监控,去年成功揪出70起的案件 并移送花莲环保局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裁罚 那么也呼吁民众醒悟以身释法 林业保育署、花林分署执行上海致敬政策 112年在海岸保安林清玉垃圾达305顿垃圾 但始终追捕上民众乱丢垃圾速度 为阻止烂倒,花林分署在丢弃热点架设全时摄影机、缩时摄影机 在于24小时录影监控 去年成功揪出70起烂倒废弃物案件 移送花莲环保局依废弃物清理法裁罚 当初是因为我们从109年开始推行向海致敬政策 我们发现到沿海的保安林一直有废弃物被清倒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用科技技材来做一个取缔 111年的话取缔了225件 那112年去年取缔了70件 因为还是有发现民众随意在保安林内乱丢垃圾 虽然有减少了我们还是呼吁说民众不要乱丢垃圾 那持续会再跟当地的居民做结盟 然后扩大森林国家志工的一个参与巡视 那最主要还是利用科技技材来能够做到遏止这个歪风 法安林乱到废弃物的话是涉及违反森林法43条 那是可以处罚6到30万的罚缓 那另外如果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的第42条 乱到有害被欺负的话 是处以1到5年以下有企图刑 那而且可以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 那民众如果有发现违规违法的情势 乱到垃圾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免费服务电话 华林分署长黄群策表示 透过科技执法111年度225件 大幅减少至112年度70件 将持续与在地社区结盟 扩大国家森林志工参与巡查 运用科技器材查处违法施政 加上保安林防护网络 换个野生动植物清净的生习环境 并呼吁民众物以生事法 记者长邦彦大华林报导